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伊梦黄良 播讲 欢迎空 第442章 回头 方正点了点头 起身道 阿弥陀佛 你们所做的恶 贫僧能帮你们的 也只有洗掉一些业力 来生能有一个好去处 但是人间的处罚 却是不能少的 你们去自首吧 当然 你们也可以选择不去 不过 方正微微一笑 背后仿佛 有好几双恐怖的眼睛 看着王老四等人 他们是浑身发毛 如嘴并哭 一个个小鸡 那啄米似的 跟着点头 保证一定去自首 一定改正规矩 像话吗 方正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带着郑家先离开了 出门的时候 头对着那些看格道 贫僧觉得这个游戏挺好玩的 你们以后还要玩的话 贫僧去找你们慢慢玩 众人一听 吓得集体一个哆嗦 拼命的摇头道 不玩了 有队不玩了 以后只在自己家玩个小牌 再也不度了 大师 有队不攒了 大师 你别辛苦了 连王老四这么狠的人都这样了 他们哪敢让方正再找上门呢 一个个拼命的保证 方正这才宣了一句佛号 离开了 大师 这些钱咋办呢 郑家兴背着一袋子钱 兴奋的问道 哪属于你自己的 你就得费点心思了 查查都有谁被汪老四坑过 然后将钱给还回去吧 离开的人 我们无法让他们活过来 但是活着的人总要过日子的 能帮一把是一把吧 只能这样了 方正叹息道 连了读了好几天了 他也累了 不像正假行 中间还能去睡一会儿 现在又兴奋着呢 惊认头足啊 郑家兴自己经历过那种绝望 那种家庭即将粉碎的恐惧 自然能理解那些人的感受 点头道 放心吧 大师 我一定照做 经历了这几天的事情 郑家兴也不知不觉的 不再喊方正的名字了 也不再用小时候玩伴的那个眼神 看方正了 而是心服口服的叫着大师 方正也懒得纠正郑家兴的叫法 他实在太累了 告辞了郑家兴 直接回了医治寺去了 摩托车呀 方正也会洗 不用郑家兴送 骑上摩托 风驰电车的就赶回了医治村 还了摩托车呀 然后回医治寺去了 对于方正 王又贵是120个放心 虽然一届就是好几天 不过也没说啥 最重要的是摩托车 是完好窝损 临走的时候 还给方正塞了一个大西瓜 这也算是方正的意外收获吧 方正高高兴兴的就回家了 但是汪老四等人 却是一脸的黯然 汪老四没有嫁人 人品问题 根本没人肯把女儿嫁给他 马脸男子 横肉男子 还有刘老三子不同 各自有各自的家 只不过 哎哟 出去一周了 你还知道回来呀 怎么着 你今天不打牌了吗 马脸男子 他一进屋 就听到自己家的老婆 阴阳怪气的话 结果一听到牌这个字 马脸男子只感觉 胃部抽动 哇的一声 就冲到外面 吐去了 哎呀 段子 你这是咋了 段子的老婆吓了一跳 连忙问道 今天开始 别跟我提牌 谁提 段子继续图 这一周啊 对于别人来说是一周 对于他来说 那就是地狱十年 日夜不停 连两眼也闭不上 就是打牌打牌 再打牌 牌牌牌 他真的是被恶心到了 与此同时 横肉男子也差不多 只不过他家里没人 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一进屋就是睡觉 倒头就睡 天昏地暗的 什么都不知道了 王老四啊 也想睡 可是他却睡不着了 看看自己这个家 空荡荡的保险柜 他忽然间发现 自己辛辛苦苦好几年 一夜之间到了解放前 啥也没有了 而这才只是开始 房门打开了 两名警察走了过来 王老四 你打的电话 警察问 是 你报警干啥呀 我 我要自首 组织赌博 与众赌博 去年 还害死了一个人 别动 举起手来 一边蹲着去 马脸男子 横肉男子 还有刘老三 他们三个家伙 很快也被找上了门 只不过这三家伙呀 睡得那根死珠子的 被警察拍了半天也不行 最后没办法了 只能找人拖上车 拉走了 看着车里 睡着是东倒西歪的四个人 呼噜声一个比一个大 警察们也是一脸懵逼 二脸懵逼 几二脸懵逼呀 这些家伙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自首也就算了 你倒是自己去警局呀 把我们喊来了 结果你自己睡成了死猪 你这是多久没睡觉了 难道他们进警局呀 就是为了睡一个安门觉 就在这时 马脸男子嗷嗷大叫道 不打了 不打了 大师 我真的不打了 睡梦中 马脸男子挥舞着手 哭得那稀里哗啦 连带反应 横着男子也跟着叫 不打了 我也不打了 再也不骗人了 你把牌拿走 你躲了 汪老四也是跟着那喊 走开 都走开 把牌拿走 谁再过来 我咬死他 警察彻底懵了 这到底是啥情况啊 和警察们懵逼的情况不同 郑家兴则挨家挥户的发钱呢 走到哪儿都被人感谢 那感觉 让他整个人都飘飘燃了 仿佛这一切 都是他的成果似的 不过很快 他便醒悟过来了 他也不过是沾了风筝的光而已 唉 当好人 果然比赌博有意思 这才叫成就感 人活一辈子啊 未明未立太累了 帮助别人的感觉 唉 才是暖呢 郑家兴摇了摇头 去医院了 病床前 郑家兴唯有说方正的事情 这事太诡异了 他觉得啊 还是不说为好 汪老四等人被抓了 他也说方正什么呢 很容易给方正惹来麻烦 不过郑家兴 还是和李娜说了家里的情况 汪老四被捕 钱要回来了 日子又可以好好的过了 李娜一听 顿时是泪流满面 抬手就给郑家兴一个大耳瓜子 郑家兴却傻笑着 嘿嘿 打得好 这一次的事情 让我彻底醒悟了 老爸 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吧 我保证 任何有毒的关系 和毒有关系的东西 我都不沾 边我都不沾 还有 我有一件事 想跟你说 只要你不读 什么都好说 李娜也是高兴 阴云终于飘走了 她仿佛看到了阳光 这几天的阴暗 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 平平淡淡才是真 简简单单才是爱 没有困苦 就是最大的幸福 本集播讲完毕 互动一下啊 各位小伙伴们 觉得最后一句话 说的你赞同吗